试版熬夜拍!马念仙戏神变睡神!嫌导演北村丰情进度太慢! 马念仙被导演北村丰情称为戏神,拍摄未来电影台自制电影试版72带点婚鞋幽默的演出,就算没表情也令人发觉,而整部片为营造惊悚氛围,日夜颠倒熬夜拍摄,让马念仙大哭吃不消,只要没上戏,我一定在沙发上注定。 导演北村丰情注重拍摄细节,与他有十多年交情的马念仙,在现场办场祭丁进度,马念仙笑说:"但导演都没有理我。 是马念仙为偶像的张广辰从以前就是乐迷,对马念仙作品如属佳珍,两人更因拍戏沉默逸之交,铁齿大胆的张广辰,曾勇闯知名鬼屋现场偷撒尿,也曾被摘衣鬼压床。 未来电影台自制电影,视感72,将于4月15日星期天,晚间9点全台首播,由北村丰情指导,张立昂,方志友,房思瑜,陈佩琪,张广辰,白白,阿虎,李英宏等人领衔主演,故事描述一栋发生命案的李宅, 多年后竞称电视台视感实境秀网络直播节目,把参赛者送进全台鬼影撞撞的鬼屋和凶宅视感,72小时的视感挑战,不管对参赛者还是节目单位又或者是二十几年前的命案,都是对人性的考验,贪婪的下场会带来报应,还是奖励。 导演北村风情说,凶宅主场景在杨敏山一栋房屋,体感温度经常是零下,日夜颠倒拍戏,众演员除了要克服体力上的负荷外,也很担心大家失温,所以会烧一盆炭火放在屋内让大家取暖。 马燕先离心少熬夜拍戏,这回参加试探72演出,体力上是很大的考验,他表示,整个拍摄过程,时间过程辛苦,日夜颠倒,我已经三年没这样。 想熬夜,刚开拍前几天能休息就尽量休息,后来不留自主会睡住,太累,又冷,坐在沙发上就入顶了,早上七,八点收工,回到家睡到周五,下午又得回到片场继续拍,才比三天就不行了。 张力昂更笑说,马哥的表情就是告诉大家让我死了吧。 与导演北村风情有十多年交情的马燕先,这回在片场自动扮演场季,原来导演对细节有自己的坚持,慢弓出细活,让马燕先忍不住在一旁催促,导演,动作可以再快一点吗? 喜料北村风情有住职人的精神,一点细节都不能马虎,让马燕先哭笑说,我对北村导演讲你再慢慢拍,我睡给你看,与北村风情认识十多年,是胆期十二却是两人首次合作的作品。 马燕先说,我们很少联系,却有种神奇的默契,这是我第一次拍惊悚题材,他很能抓我的点,我丢回去的也是导演想要的,才会被他叫继续,不过那都是他在归扯的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